歡迎大家收看食得開心 我是節目主持人Motina 要數到香港的美食 就一定不可以數漏車仔麵 車仔麵也叫做骯髒麵 歷史也算是悠久 歷史也算是悠久 而且價錢又便宜 配料又多 相信大人小朋友 明星高官都一定非常喜歡 所以我們今天請來 西貢重記車仔麵的負責人 葛太和Pessy 來跟我們說一下 關於車仔麵的故事 以及介紹一些美食給我們 Hello 兩位好 Hello 你好 葛太 剛才我講過 車仔麵又命為這個骯髒麵 究竟它是不是有什麼故事的呢 是啊 因為以前70年代的時候 一般來說 小朋友上學都是吃碗車仔麵 一盒子 兩盒子 吃完甜飽的肚子便上學 同時一般在街邊 人們會覺得很骯髒 人來人往 沒汗 沒汗 沒染 他們會覺得很骯髒 那就叫做骯髒麵 一般來說 骯髒的東西都有 以前車仔麵 多數買下藍的東西多 什麼叫下藍的東西 類似哪些呢 像牛腩一樣 它不會給你坑腩 給你一些牛腩碎 那些東西 那些便宜的東西 便宜的東西 便宜的東西 叫做骯髒麵 主要便宜 便宜又便宜 便宜用了這個骯髒麵的名字 即是覺得它不衛生 即是是骯髒麵 後來又怎樣變成車仔麵 後來一般來說 市政局便不讓人在街邊做街邊 到這個七十年代的事件 八十年代的事件 全部都要上店裡做 一來我們便宜 進店裡做 進店裡做 進店裡做的時候 你進店裡 叫做骯髒麵 我想便沒有人會認識你 有些人會覺得 明明很乾淨 在店裡為何要做骯髒麵 是的 我又覺得我自己都OK 那些東西都不是很髒 都乾淨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算是九零年的時候 市政局舉辦的衛生比賽獎 我們都連續拿了十年 我們那時候 我便覺得 為何會叫骯髒麵 我的麵都很乾淨 那時候 初初有人來店裡吃 你的骯髒麵 我也很抗拒 嗯 因為習慣了叫骯髒麵 我說我的麵都很乾淨 為什麼你說過骯髒麵呢 還有 現在的食材是乾淨了 當然 而且你要用漂亮的食材 才能做到好的配料 如果你的食材不漂亮 就算怎樣的技巧 你都做不到 而且現在的人吃的要求是高了 是的 除了以前可能我們會覺得 吃飽已經很足夠了 但現在除了外貌 就是養菜的外貌 又要漂亮 又要乾淨 又要衛生 當然就是最重要 還要吃得飽 所以各方面 已經是大家的質素方面 已經不同了 是的 以前吃車仔麵 要求不高 但現在的人吃車仔麵 要求很高 以前方便化 我覺得 他要那些 現在我們好像這樣 我們又要用坑腩 是 我們一向都是用牛腩 都是用坑腩 我們沒有用牛腩碎 是的 我們就像是豬腸 我們都用豬腸頭 那些人就會說 為何你車仔麵 又會有一些 比較漂亮的貨色 我覺得我很多客人 都想要求吃這件事 我有這樣的客人要求 我就要給這樣的貨員 他們吃 我覺得做什麼都一樣 你煮東西吃 第一 你自己要有興趣 你自己要給心去做 你好像黎嫂老做夢 過得自己過得人 你做得又開心 人家吃得又開心 是的 其實以前和現在相比 例如以前的煮打配料 會有哪些 以前煮打配料 就是 豬肥魚蛋 豬肉 蘿蔔 魷魚 煮大腸 一般我們想聽 這是煮焗 這是車仔麵的主角 現在呢 現在一定要有興趣 很多 但額外多了很多不同的配料 是的 說到這裡 當然要開始介紹一些美食 給觀眾 首先我們先說一下豬手 因為豬手這件事 相信是現在的新興配料 但為何你們會有豬手 一開始是 靈感在哪裡來的 一般就是客人 開始人家開始有點嚴重 吃吃吃吃吃吃看 便覺得多一些配搭 我可不可以… 在你幾樣主角之中 可以再加插 吃一些… 在雲吞麵檔吃的那些東西 我們喜歡吃豬手 也好,我們自己買豬手回來嘗試做 慢慢慢慢自己一路改進 做得挺好吃,因為豬手很繁複 很多功夫,因為豬手一定有毛 是,處理方面會很複雜 處理很複雜,又要啤酒,又要煞花 很多功夫,又要炆,又要… 煩到你不熟 是的,很多功夫做 我們吃下去就很開心 但其實在郭太太、Persi 你們之前做的準備 是繁複到我們想像不到的 要用多少時間去準備 如果每次第二天要做 如果豬手,我們明天要做 我們今晚一定要做定 即是早一天 對,早一晚我們要燜好 燜好它,讓它入味 慢慢等它還沒滲 那便燜好,第二天就翻熱 那醬汁方面,炆豬手會用甚麼醬汁? 這些就是郭先生自己… 獨門秘方 是的,沒錯 都可以這樣說 自己一路慢慢演變,慢慢改 自己又試味,試到一路這樣做 嗯… 那就是要慢慢花心思 心血 去鑽研一下 才會做到一個這麼特別的豬手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客人來到吃完 其實不是只有你們這間店才會有豬手 或是我們平時去雲吞麵當也會吃到豬手 但味道方面,讓別人去記得的話 其實很重要 當然也有的 魚蛋豬皮 是的,沒錯 你要甚麼是記得我們這間店 是的,就是這樣 好,我們說完一個新興的配料豬手 好了,就說一下旁邊這碗麵 這碗麵裡面有甚麼配料在這裡 要不時介紹一下 好 本來我們用粗麵 聽我今天帶了粗麵來上來 有蘿蔔、牛肚、牛腩、牛丸 嗯… 但平時我們如果點這碗麵 你們是… 我們就這樣剔菜 然後就會來一碗 還是你們有切一碗是一個名堂 我們就這樣點已經有這麼多菜在這裡 我們本身,我們店舖就沒有剔菜 嗯… 即是真的好像很傳統 就這樣斜裡面 我們要去排隊的 然後就叫這樣 是的,排隊自己看著那些菜 嗯… 看到哪樣新鮮,你看到實物了 因為說真的,剔菜 我有相片給你看 嗯… 一定漂亮的 是… 副相片不漂亮,你怎會剔菜 但是拿到過來,我真的會給你這件事 但是不新鮮,不好吃,你也要吃了 嗯… 不如你看看實物了 那麵底方面呢 麵底方面其實怎樣去掌握呢 才會令到它會好吃 因為你太軟或者太硬 都不是好吃的 即大家會吃下去覺得一般 但是要做到它硬硬硬硬 怎樣掌握呢 那麵呢… 首先你綠麵來說 你的湯水一定會很滾 是… 如果你的湯水不滾 你真的綠麵都不好吃 嗯… 第一,你這個倒數夠滾 這些湯夠滾 綠上來的食物一定會熟 嗯… 而且你吃下去的口感又好吃 是… 而且你吃東西是一定要熱才好吃的 冷又不好吃 你的湯又不滾 綠麵又不滾 好像浸熟那些食物 根本就是不好吃的了 嗯… 那我們先說一下配料 就是這個牛腩 這個是牛腹腩,是嗎 是… 那牛腹腩究竟是牛腩的哪一個部分 腊骨 哦… 那它吃下去是甚麼感覺 跟我們平時吃的牛腩有甚麼分別 有些牛腩如果不是腹腩 腹腩它有一層層 它有肥、有瘦 有一層層有些好像有些膏 有些筋、有些黏性 扭著這個食類不會太過硬 不會太過濕 有些要吃的有渣 那牛腩呢 腹腩它就是… 每隻牛腩腩是最貴的 哦…那來貨那裡會不會很煩惱呢 會呀 現在的物料真的貴到… 都貴了 是… 貴到你都… 想像不到 嗯… 現在好像來貨都好像海鮮家 海鮮家這個… 這個名字呢 我們聽到都害怕 如果現在一般食屎來說 每個人都… 說真的食材都頭痕了 是… 真的貴得很厲害 嗯…那你怎樣去處理 才會令到牛腩腩呢 不會太老啊 太硬啊 那些… 一個火力 又是要你的經驗 嗯… 你的經驗 你煮東西的經驗 還有要控制火候 嗯… 煮東西不難啊 要煮得它 控制火候就是難啊 是…反而這件事才是經驗 你要煮得它又要不散 又要夠軟 又要入味 那這件事是經驗和技巧 現在如果這個牛腩腩 都是需要煮的過程 那其實也是前一天已經要準備 還是… 都是一樣 其實很多我們吃下去好像很簡單 沒有 都有 但是其實在處理的到時候 已經是前一天要準備 他們來吃的時候都說 有什麼意義 你們要 named 很勇力地 Playing 你竊男士 什麼太偏小麵 真的 pedro 很簡單地 我就說 嗯… 嗯… 這是我 對 很簡單 她可以吃 那reibro 不就通 functional 我來做 嗯… 那蘿蔔呢 蘿蔔方面呢 蘿蔔方面我發現 又吃下去 在有些蘿蔔會比較苦一點 又或者吃下去有些像絲的感覺 其實我們去選擇蘿蔔 你們怎樣去分成比較漂亮的蘿蔔 蘿蔔我們有分季節買的 怎樣分季節 通常人家冬天有蘿蔔買 夏天就沒有 我們一年四季都有 我們冬天就用大陸蘿蔔 即是分成這個時候 在哪裏的蘿蔔是漂亮的 就去那裏買 就不是一年四季 找不開這個供應商 因為一過了一個蒸月 大陸蘿蔔不漂亮 老和小隻不甜 不甜到沒有水 一到三月左右 我們就用韓國蘿蔔 韓國蘿蔔一般來說是貴 很貴 所以別人的車仔麵很多都不會用 而且我們處理蘿蔔 每隻蘿蔔都一定的 第一層是吃到有渣有筋 我要刨多一層 然後要刨多一層 刨多一層就刨多一層筋 吃的時候一口出一口入 就變成舊舊入口也不需要拆出來 漂亮的蘿蔔才不會負 所以我們以為很簡單 正如蘿蔔一樣 其實都很複雜的 要處理的話 我們聽了郭太太和Pessy 介紹了一些車仔麵的故事 給我們時間也差不多 休息一會回來再聊一會 傳統陪月智慧 現代護理調養 專業陪月員陪你坐月子 愛寶寶愛疼你的生子 好月子陪月 令寶寶健康令媽媽無憂 月子坐得好一生沒煩惱 沒有進來喝了嗎 用了多樂士加勒安環保漆 美國製造絕無VOC 甲醛和其他有害物質 符合美國專業環保認證 全家健康又安心 現在多樂士還有全新推出的 環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醛保護更全面 想知道多些 想多樂視網頁看看吧 意識典雅 法式浪漫 Savon Bistro 進行歐陸經典佳餅 百年老號希臘酒莊 優質葡萄 結合千年古希臘釀酒方法 延續酒香文化 Santale 天然純淨無雜質 高級金絲燕窩棧 絲寶養生 中盡燕窩狀 電量高專利設計 輕巧安全 A-Magic的Magic One 外置慢用手機充電器 透過智能手機配搭 D-Link IP Cam 全方位收睇即時流暢影像 用智慧改變世界 讓科技改善生活 一一科技有限公司 雞煲 壓煲 變火鍋 全天候兩色食法 一線處理 調理體質 巨店麻辣有理 Hello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食得開心》 繼續有我Ratina 和我們今集的兩位嘉賓 就是西貢松技車仔麵的負責人 郭太和Pessy 上一節我們已經介紹了一些配料給大家 接下來我們先介紹另外一些配料 這一碗裡面 我看到有豬皮 蘿蔔 豬紅 其實豬皮我們吃就吃得多了 但在處理方面又如何處理 豬皮更繁複 比豬手更繁複 對 因為豬皮回來 它因為它回來是乾的 你知道它們做豬皮的東西 有毛沒有毛都會爆回來 對 因為豬皮也有分幾級 就這樣單單豬皮已經有分級數了 對 一級二級三級 一級二級三級的便宜一點 下蘭多一點 對 豬皮回來 你又要浸水 浸完水又要啤水 啤水又要攪毛 攪沙 因為豬皮爆的時候有些沙炒 炒就在裡面藏起沙 如果你不攪出去 別人一咬就會有些沙 咬到牙巾咬到牙巾 就會比較這樣 還有很多毛 你要逐一塊逐一塊就要反開它 你選擇有毛的西醉就不愛了 有沙的要選擇 切切又要啤水 一直要洗洗 洗得很乾淨 功夫很多 所以最重要現在已經變成環境 衛生那麼重要的時候 在做這些功夫的時候 就更加不可以抹褲 逐條跳出來 石 沙 逐條逐條找出來 冬菇方面又如何分配嗎 冬菇第一,大隻 第二,冬菇厚肉 厚肉 吃的時候要爽 冬菇就好吃 但冬菇在處理方面 是否比較簡單一點 也要炆的 炆到… 又要炆到很軟 要炆到很軟 而且一定要炒至香才慢慢炆 要先炒香 先炆,不是就這樣說 加醬汁炆就可以了 不是,你要入味 你又要… 這個就是技巧 你又要隔夜浸泡 浸泡至它變得透透 你先炒來炆才好吃 是 如果冬菇浸不軟 你不好吃 炆出來也不好吃 吃下去更加咬不到 因為冬菇太硬 而且這麼大塊的話 你會覺得很辛苦 女生吃下去好像沒有魚肉 好像硬滑滑 不好吃 尤其是冬菇的位置 如果硬的話是吃不到的 冬菇通常都不愛 我們不要 直接不要 那就更好了 不會的了 因為人們不吃了 我們逐隻剪掉了 是 我們說完這碗了 就說說旁邊的碗 就是一些魷魚豆泡 好 魷魚方面又是怎樣去弄它 又是要浸泡 一浸泡到它所為止 我們要錄 很多龍筋 我本身是很大條 本身魷魚大隻 即選都要選一些大隻的魷魚 它的課源都是真的要選擇漂亮的課源 漂亮的魷魚 我都說一定要漂亮的課源 你才做到漂亮的效果出來 兩樣東西 所有 每一個細節都要配合得很好 就算自己很努力去做 但貨源這裡不好的話 其實出來也會差一點 你在外面吃過小小的 對 平時看到是小小的 這個我們也看到是很大的魷魚 豆泡呢 豆泡又是怎樣選擇 豆泡一般都是在豆腐店買的 是 因為有些人喜歡吃素的 是 我們有一個素餐 就是人們就買到來 你們吃車仔麵 但我吃素的 我都沒有東西吃 但又想吃車仔麵 是的 我們就加插了豆泡 豆泡、冬菇、蘿蔔菜、紫菜 有些食素的 就買到來 就有一樣東西給他們吃 就是不會說 平時我們吃肉的人士 才可以吃車仔麵 以前我們都沒有問 這些 其實我們現在要看客要求 對 就是看客要求 即是看貼一些吃素的客人 他們真的不吃肉 那怎麼辦呢 就可以選擇一些冬菇、菜和豆泡 就是多一點選擇 對 多一點選擇 每個人都可以吃 接下來 那碗比較特別 其實有甚麼配料在這裡 滷肉 滷肉 是不是豬腩肉 哦 豬腩肉 我看到很多一層層的肥膏在這裡 其實算是我們新的菜 這個也是新的 我們沒有的 是一、兩年 那為什麼突然會有這個滷肉在這裡 這個呢 我沒遺失了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東西 是 那我又看到我們自己 老雞翼的老四汁又很漂亮 那買一塊腩肉回來 小腦來吃一下 又挺好吃的 又不肥又不膩 因為豬肉你真的只是瘦不好吃 是 只是肥又很膩 通常來說 滷肉就是等於人家叉燒 燒肉的位置 你一滲滲滲來吃 又甜又甘香 那你又是好吃 但誰知道 試試拿出來賣 誰知道原來有很多客人 都會吃 因為通常他做完的新菜 我們不會突然拿出來賣 因為你都要設定菜式 給熟客試 哦 給客人說 今天有東西請你吃 嗯 吃完就知道 好不好吃 對 我們才決定賣還是不賣 嗯 那一開始 那太馬油回來了 自己做了之後 然後再給熟客試 那個過程是否久 很久 即第二天就馬上給他們去試 可能一個星期 嗯 然後反應就相當好評價了 因為我們自己吃 說我們自己覺得好吃 始終我賣給客人是對客人的 對外 我要給客人試一下 所以要聽客人的意見 然後我們說一下魚蛋 魚蛋就是我們平時經常都會吃到的 那有甚麼技巧在這裡 我們這些魚蛋 我們都光顧了他幾十年了 這個師傅 因為他這些魚蛋 跟一般街邊的魚蛋 很多粉是不同的 我們平時吃下去會覺得有少少… 很實 很實 有甜味 所以客人都很喜歡吃 嗯 其實湯底方面呢 湯底方面是清湯 還是有很多不同的湯底可以選擇的 我們本身一個秘製的湯在這裡 嗯 如果別人要不辣的就要告訴我們 要不然我們就要加一個沙爹醬汁 沙爹醬汁 另外可能叫到一些菜的時候 例如咖哩魚蛋 會有少少咖哩汁 牛腩也會有些腩汁 其實是看看客人叫甚麼菜 麵呢 麵方面我們一般就會… 剛才也聽到油麵 就是最常的配搭 傳統 是的 但是會不會有些新的麵 又或者是你們推介甚麼的麵 這幾年都很多 是的 我們有衣麵 衣麵 衣麵 烏冬 公仔麵 是 銀針粉 可能開頭只有五六樣 現在變了十幾樣 銀針粉我比較少聽見 銀針粉 有沒有說甚麼麵配甚麼菜 會特別好吃一點 人們喜歡吃的 都是自己的 最多油麵 最多油麵麵餅 最傳統的 就是大家都喜歡這個最懷舊的麵底 我們先說說其他小食 先吃吧 前面就有一盤 滷水的雞翼尖和雞翼 這個又是早一晚要醃製定的 這隻不用 為甚麼反而不用 這隻不用 我猜到也會錯 你看看 想著它很簡單 你們又說前一天要準備 雞翼最主要就是滷水汁 嗯 其實現在大部份 譬如我們看到滷水雞翼和雞翼尖 究竟我們點重的時候 在一碗裡就有 還是可以一碟碟地點 一碟碟就有 是 一碟就是兩隻 有些人愛散 叫到碗裡麵 扔著就有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 這麼多配料 但每樣都想吃 然後點得 如果它是可以 例如剛才我們說豬手 只有一兩塊又好像很不夠厚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會 可能麵點點點不同的配料 之後再跟朋友分享 點一碟滷水雞翼 或者豬手一碟碟 它自己拿碗的部分就小一點 嗯 然後點多幾個小吃 嗯 大家都分享一起吃的份量又多一點 嗯 我們介紹完滷水雞翼和雞翼尖 就到旁邊的三寶 四寶 對呀 四寶 有這個紅腸 然後有這個青椒 矮瓜 還有那個是什麼來的 豆腐 哦 豆腐來的 這個有什麼特別在這裡 我們的三寶就跟別人的魚肉不同 是 我們就是 每天我們都是街市買的新鮮的鯉魚肉 回來自己打 因為最怕有時吃到一些三寶 然後會發現有一點點腥味 然後太腥味又好像不太好吃 對呀 但有些人當然都會喜歡這個味道 那些是魚漿來的 是 但我們那些真的招招的鯉魚新鮮的 我們去魚豆買回來 是 他跟我們攪拌了魚肉 我們就跟著自己回去打魚蛋 打魚肉 打魚肉用來養 嗯 那些就黏黏黏黏魚 是哪些魚的都有 哦 很難吃 是下欄 哦 就是有分比較高級一點的材料 對 以及沒那麼高級的材料 因為你用鯉魚肉就會比較重 始終比一點會比較重 大家吃下去都會覺得很美味 但是這客戶也很喜歡吃 嗯 我們說看旁邊的豬大腸 這個豬大腸有否用什麽醬來調校 都是做一個滷水汁 和雞翼的滷水汁都不一樣 其實大部份會不會都是用滷水汁去調味 每一個菜都不同滷水味 就算豬腸的滷水味和雞翼的滷水味 完全都不一樣 材料是不一樣的 現在豬手的味道和牛腩 豬腸和雞翼全都不一樣 豬腸就複雜一點 我們知道豬腸是很繁複的 很多人都很害怕 對…好像很髒 你們怎樣清洗它 又或者你們會選豬腸的哪個部分來做 豬腸我們選豬腸頭 為何會選豬腸頭呢 豬腸頭爽爽和好吃 有否說它的尾部要做甚麼 我們不愛過尾部 尾部有些人嫌它肥一點 通常人們都喜歡腸頭 腸頭因為貴 大家都很嘴釣的 是的 還有腸頭我們又要洗很多功夫去做 又要用啤水、洗、煞、灑、 又要溫某些匹味 有很多功夫 然後又要蚊 總之有很多功夫做這些功夫鬥 我們今天聽了郭太太和Pessy 跟我們介紹這麼多關於車頂面的故事 和一些美食給我們 首先很多謝兩位先 謝謝 如果觀眾想知道更加多這方面的資訊 就可以致電2792-9172 今集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一起跟觀眾說聲 拜拜 拜拜 如果各位觀眾想重溫我們今集的節目內容 就可以到以下網址 www.apris510.com.hk 又或者是有智能手機的觀眾 亦都可以到App Store 下載A Plus 就可以隨時隨地都看回我們的精彩節目 我們下載了